您好 我是陈海英 歡迎收看台灣1001個故事 說不完的故事 讓海英慢慢說給你聽 首先我們帶您看 這個禮拜有哪些精彩的節目內容 每一家的滷肉飯 讓人吃到欲罷不能 我就是很不敢去用大陸蒜頭 因為大陸蒜頭 影響我蒜頭餅的品質 香味 福德正神 就是說我們的世界已經良方 台灣的米已經過勝見街 還要燒烤 就要趕快 用這米下去煸飯 最近滷肉飯的價格話題非常熱 台北市華西夜市 有一家老字號滷肉飯 已經超過了15年都沒有漲價 一碗就20塊 就能夠吃到滿滿的好料 再搭配店家獨家研發的 清湯瓜仔肉 這湯頭呢 甘甜不膩 還能夠無限續碗 30多年前 第一代老闆就靠著幾張桌子 在夜市打天下 儘管現在華西街 已經沒有當年的繁華 接班的第二代 依舊堅持每一道美味的步驟 用滷肉飯的濃濃香氣 要戰勝大環境的不景氣 就像其他的滷肉飯 會覺得有點油膩 他的就是滷肉很香啊 滿好吃的啊 你最高紀錄吃過幾萬 因為我小吃啊 我沒辦法吃得多 這位大哥才剛說自己的食量不大 馬上又嗑了一碗 誰剛剛說吃一碗就好 不然這可能變成功能 覺得不然食慾特別好 哪一家的滷肉飯 讓人吃到欲罷不能 光看這一鍋滷到琥珀色 油亮晶透 還會堆堆地滷肉 就知道店家的實力 會跳舞 滷肉不只會跳舞 還會唱歌呢 膠質豐富 入口即化的好料 送進客人嘴巴裡之前 已經燜煮了一天一夜 八個小時 至少八個小時 然後空完之後還要再燜 燜到明天 66年次的第二代老闆王潔生 不怕公開家傳秘方 因為光是這一味 就已經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一鍋就是37年的老滷汁 沒有它滷肉滷起來 會少一個味道 成年老滷汁加上蝦米提鮮 還有許多看不到的小細節 都是至上關鍵 切好之後再燙 燙過才可以直接下鍋滷 你外面幾乎都沒有燙過 直接下去滷 有什麼燙嗎 有比較有豬的腥味啊 當然王家的老爺能夠稱霸肉界 除了滷肉飯 還有全台唯一的清湯瓜子肉 花瓜的那個醬瓜來做 所以它的甜度比較夠 那搭配的滷肉飯 當然好 我們現在弄的這個是肉羹 豬的後腿肉下去切 切成條塊 然後下去醃漬 下去煮湯 像我們這個都是真正的 魚漿包肉 你外面的話吃起來軟軟的 那個都沒有肉 只有魚漿而已 Q彈扎實的肉羹 捏好丟進滾沸的醬瓜清湯 這個用日式醬瓜和大骨熬煮的清湯 是王家爸爸的獨門配方 日本時代的日光瓜 下去那個下去煮的 因為他想說以前沒有錢的時候 都吃這個日光瓜 然後煮雞湯 還是煮一大鍋湯 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自己想說來賣賣看 一賣就賣了 一賣覺得反應還不錯 因為像是古早會這樣子 一鍋湯 然後大概二十幾斤的肉 捏起來味道會特別重 肉味 你這個肉幾斤還要算過 有喔 比例是負定的啊 甘甜的湯頭還能無限續碗 這是續碗嗎 這是續湯碗 續湯碗 是第幾碗的 第二碗 王傑勝的爸爸 37年前在華西夜市 賣滷肉飯和清湯瓜仔肉 靠著幾張桌子打天下 我記得是去標一個會 然後買這個攤位 買這些身材慶聚 然後才開始賣的 剛開始營業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幾張桌子啊 然後幾台那個餐車啊 以前人做吃的少啊 然後人潮多啊 景氣好 五年前王爸爸決定 把店交給兒子 王傑勝回憶 老爸只交代三層肉 該怎麼切 然後就轉身離去 完成了交接儀式 那一天下午啊 下午我剛好在切肉 那我老爸在旁邊 剛好無意中去看到 他說這個肉喔 直接從中間剖開 比較容易切 那你從旁邊 旁邊切的話 會大小塊 然後講完這句話之後 他就走了 其他的就讓給我自己想像 雖然從小跟在爸爸身邊幫忙 但是剛開始獨立作業 嘴尖的客人 還是吃得出 有這麼一點不一樣 有鹹過的嗎 也是有的客人會 他可能口味吃得比較重 他可能我弄得比較淡 他就會說太淡 然後跟我講 那我自己聽了之後 我自己還會再去調配一下 被老客人掀了幾次 王傑聖慢慢地做出父親的味道 一天賣500碗都不是問題 短短兩年 他已經買下小攤後面的店面 我借的時候才買 因為我老爸他說 我已經做了30年了 如果再買的話 要再多做10年了 所以那是你的想法嗎 對 所以就由我來買 交出好成績 沒露老爸的氣 卻苦了跟著他一路打拼的水某 是一個香菇便當 阿伯的香菇便當不要選 好 你的55 我們做裡面好不好 裡面可以做 不要鹹 半湯白菜 半湯白菜 油豆腐 真的 真的喔 辛苦 湯湯鍋鍋 怎麼會洗這麼多瓣 這樣很後悔 真的好無厭妳啊 其他那個手都快亂掉了 很不能適應的 就是會常常做到發脾氣 你要對我好一點 有沒有聽到 好 中午用餐時間 夫妻倆忙到沒時間多講幾句話 事實上店裡進進出出的顧客 從開門起就沒有停過 儘管在夜市開店 王家仁從早上就開始工作 比別人多一倍的努力 價錢卻不能多一倍 牛肉飯一碗二十塊 已經十五年沒漲價 當然也蠻久沒有漲的 你知道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第一次來吃 是我朋友帶我來吃 也是這個價錢 覺得老闆做生意還蠻實在的 王傑森說 華西夜市這一代的商家 大家都有默契 成本再怎麼漲 也要守住二十元大關 默契啦 因為現在景氣不好啊 漲價的話 一個白飯一個到 大家日子更難過 這五年來全部都自己去收了 這五年都長幾次了 還是賣個十塊 胡須張 我很羨慕他 可以漲價又可以降價 苦手二十元 王傑森在捧著白煙的熱鍋前 已戰就是一整天 儘管華西街早已混去 昔日榮景 王家第二代老洋賣瓜 他說用銅板國民小吃 開拓市場 一定能用香氣戰勝不景 可能是一整天 一旦 人生 nicht